選對副手是很重要的?你是有他? 哈哈哈哈 選對副手本來就很重要啊 他的副手是他決定的嗎? 賴清德的副手是他自己決定的嗎? 你覺得是誰幫他決定的? 大家心裡有數啦 賴清德昨天說他要解密高端 您會不會認為說這也是一種政治操作? 我跟你講,要解禁的東西多的是,我昨天應該問他說 那個小英的深等資料,你要不要主張解禁 這才是要害的題目 只是說我們常說算了,明明知道他不敢回答,為什麼要問他那個題目 其實要公開早一點公開就好了,拖那麼久 怎麼看昨天賴清德說要公開這高端疫苗的採購合約 是不是打點這個陳時中說封存30年? 問題就是說你民進黨是一體的,那你賴清德原來是副總統啊 而且你賴清德也跳出來支持高端,你記得嗎? 那時候捲取袖子,除了蔡英文、賴清德、蘇貞昌、陳時中都捲取袖子啊 然後都支持高端疫苗啊 那不很怪嗎?那賴清德當時不講話呢? 你還助紂為虐、為虎作倉啊? 那你現在為了選舉,你講這個話,你根本是一秋之河嘛 共犯啦,你們根本就是共犯 所以我覺得講這個話,你早就該講了,不是現在才講了 中華民國是災難,賴清德這樣講,你怎麼看呢? 這個是失言,明顯的失言 總統覺得後市長辯論的時候表現怎麼樣? 昨天晚上要參加賀龍夜夜秀 昨天晚上我要參加賀龍夜夜秀,因為那個很重要,年輕人很愛的 所以我昨天沒有陪侯市長去參加辯論會 不過我當然也透過電視有看,我覺得侯市長表情不錯 那攻守都還不錯,反而是我覺得賴清德 他怎麼講到什麼中華民國,什麼如果是護國神山是災難 他就說他漏了兩個字,口誤應該是中華民國憲法 這兩個是一樣的意思啊,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中華民國的根本大法 那怎麼可以說,不管是他講中華民國也好,中華民國憲法也好 這都是保護我們的,怎麼會變成災難呢? 我不知道賴清德他腦筋想什麼,我想他可能就把他講出來了 那跟呼應他是一個所謂台獨工作者或是務實台獨工作者 我覺得其實是一樣的,所以為什麼講說賴清德是對台灣的和平是很大的威脅 甚至是一個恐怖分子,那道理就在這裡 就是說賴清德會給台灣帶來相當的不確定,兩岸相當的不確定 那我覺得厚宇昨天表現,我覺得很好啦 就是說,大家原來認為說他口才不是那麼便吉 但是他其實表現的中規中矩,我覺得比預期的好很多 黃毅傳昨天說,你會講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你不敢講說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什麼時候講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什麼時候講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亂講啊,他這個簡直是亂栽贓嘛 我什麼時候講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黃毅川還有說 為什麼老是拿王毅川呢,不要拿他來侮辱我嘛 我不想回答他的話,王毅川算什麼東西呢 他是誰啊,你怎麼老是拿王毅川呢 你來賴清德的話,或是柯文哲的話來問我還可以啊 好不好,這對我是大的羞辱 昨天這個TVBS有公布這個副手辯論後的表現 那是只有7%認為吳副的表現是比較好的 我覺得昨天的辯論的時候呢 我有被提問到說我是不是沒有回答答案 我是有回答所有的問題的 然後同時呢,我要反而反問其他的兩個候選人 當時我第二個問題是問退休金的問題 他們兩位是回答長照跟脫幼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評估看看 從實質上的部分到底誰有在做功課 然後實質上誰真的有拿出很清楚的這些方案喔 比如說像這個趙先生,趙叔叔 他還講說他願意把他的這個副總統官邸 捐出來做這個公共住宅,對不對 我說那個沒實在啊,對不對 我記者會以後我就說喔 最近這有七所學校,然後總共是一百多公頃的地 這樣子可以再多開出十四萬的這個住宅出來 那主席在之前在台北市的時候 這個住宅是做的第一名的 全台做的最多的 那這只是一部分而已 所以呢,我說我們今天民眾黨呢 我們提出的是真的是很務實理性 真的是做得出來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好好仔細聽 而且我覺得從網路媒體的評比的話 我相信我們是No.1 昨天的辯論我是第一名的,謝謝大家 稍微講一下公關民調前本來是評審趨勢 那現在有媒體又報導過 好像又有一點點的下滑 那這部分我們最後要做一個努力的重刺 我想民調反正高高低低嘛 那我去了解了一下訪員的問題 他們就說好像覺得清藍軍的受訪者 很保守不願意受訪 都很保守回答很保守 我想這個可能跟這個氣氛有關吧 他們最近一直這樣約談里長 從南南北、從北到南約談基層的里長 那把屏東議長周典論也給他收壓起來 我覺得在基層上會感受到這種白色恐怖的氣氛 特別綠營中央執政嘛 調查局、安全局、情報局都綠營掌控 所以我覺得藍營的選民蠻保守的 我都了解遇到這種問題很多都回避了 所以這可能是原因之一啦 不過我們還要繼續努力吧 還有12天要繼續衝刺 非常重要最後的時間 因為大概 美國的調查啦 起碼有40%的選民啊 是在選前兩週才決定的 之前其實都只是 只是可能 並沒有那麼認真思考 但是越到選舉的時候 大家越嚴肅的思考 大家自己的命運的問題 這是選舉的意義的問題啊 那我常講 我這次選舉真的就是戰爭與和平 大家如果看賴清德最近的發言 什麼中華民國也是災難啊 中華民國憲法也是災難啊 等等等等喔 那蔡英文也是亂講一通喔 什麼中華民國不是風險 中華民國憲法不是風險 中華民國憲法跟九二共識連結就是風險 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中華民國啊 九二共識 國民黨認定的九二共識就是中華民國啊 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啊 那蔡英文老是拿習近平的話當話 這我就不懂啊 你是中華民國總統啊 習近平講的話你要反駁他 習近平說一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蔡英文就應該說亂講 一中是中華民國 你要站在中華民國總統的立場 你怎麼老去是符合習近平呢 對不對 習近平講的話你都相信 什麼2027不打 2035不打 你蔡英文也就相信 還有這麼好騙的總統 不太好笑了嗎 對不對 所以呢 政策1月10號選舉 真是 這個票不只是投侯友宜 投趙浩康 投劉曲婷 這個票是投給大家自己 你要將來要和平還是戰爭 你要投賴清德 選完賴清德當選以後 台灣風險立刻就到 不必等到520 大家要想清楚喔 這票是為自己投的 為自己的命運投的 為自己的家庭投的 為自己的孩子投的 所以呢 這邊特別拜託大家 思考清楚喔 非常重要 不要投票 選完以後後悔 就來不及了 就來不及了 就來不及了